M plays in the middle of this tournament 今天就講講一個話題 就叫做適者生存 為什麼這麼說呢? 英超開季之後 很多球隊大開大合 就很精彩了 根本就流行進得很多 但怎麽精彩 怎麽入球也好 最终队伍能否被观众接受 被管理层接受 被社会接受 他都要与成绩挂勾 譬如说 曼联现在的成绩 就比很多观众感觉不满 为什麽会说适者生存 联买2比7 输给维拉 压力很大 曼联1比6 输给二次 曼联也曾经2比5输球 变成整个运作过程 我明白每一支球队 可以纯着趋势而行 这个趋势是什麽呢? 就是打谷压防守 整个竹坛的环境 由守护完支配之后 他的心度大了 很多球队都为了争夺主动拳打压力防守 但到目前为止 我感觉每一支队伍 是可以给人感觉一个完善的表现 因为在防守方面来说 打光的防守 我说过了 只要你的章网不密 它一定会穿 就容易被人打反击 就容易失球 在比赛个人当中 你就要在战术的打法上来说 因形势而变 今个星期很明显 林伯特要总结 领先于修咸顿 到最后来 林美香 3比2的时候 被对方打回3比3 你失分 就是一个教训 爱华顿对聂密普 应该说是这一轮的焦点战来的 最终也是被爱华顿打成2比2 我觉得前几轮 我特别提到过安策乐提 老谋心算 他在整个演变概念当中 他有打压给防守 但关键时候 防守收缩的时候 令到林伯特的进攻受阻 很多球迷在预测这场球的时候 林伯特高于爱华顿是客观的 整体实力来说 林伯特一定在爱华顿之上 但由于战术的演变 安策乐提 他把握得好 最终能够取回分 我觉得在战术的运作上 高普也是值得总结 所以终尚所述 我觉得在近几轮的比赛里面 如果每一支球队为了纯的趋势 或者为了争取比赛的画面好看 而不断打高压防守 而不收缩的话 你可能在防守里面出现很多问题 在输给2比7比维拉之前 曾经提到过 我说林伯特虽然赢阿仙奴那场球 是紧紧熟 但他在防守上来说 他是有漏洞的 所以要值得总结 在这个星期里 我找球队的话 我还要重点说说曼城 这场球我刚才特别提过 懂得自己生存 因为加德沃娜 带领曼城最近的比赛表现 和成绩不算太理想 因为很多人认为 他是和利物浦是一支 增贯最热门的队伍 由于2比5输给利斯特虽然之后 配受压力 而且他的队伍的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当然这场球 他能够 这一轮 他能够赢阿仙奴的话 我觉得是好喜好贺的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 阿古鲁出回来之后 前面的支点很明显 是好 但是队伍的整体状态 不算太理想 一比零紧紧熟的话 史特宁入过的球 算把握得好 而且入得比较快 反过来看 阿仙奴于场球 其实他的表现 不算太突出 就变成曼城对阿仙奴于场球 我觉得场面打得不算太精彩 但是就说 我觉得加地奥拿在这方面的主面 都是灵活的 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 不断打高压 是不成熟的 这场球 曼城在收缩的时候 领先了之后 收缩他的打法 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 加地奥拿的想法是合适的